最末之际迎接新年到来 壮维乡公所及代表会为了关怀弱势家庭 让弱势家户们感受到温馨的年节气氛 特别汇集社会善心人士及企业捐助的现金 理券及各项物资继续传递爱的力量 为了让弱势家户安心过年 壮维乡长沈青山率领公所同仁 逐户发放慰问金 民间善款 理券其物资 沈青山乡长表示感谢各界捐助善款及物资 借由大家的善举抛砖引玉 让社会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能够安心的过好年 同时感受社会温暖的一面 期望这份关爱继续传递 扩大善的循环 让社会更安定和谐 我们每一年在这个岁末年中 就是我们农立过年前 都会跟代表会将主席 来维吻这些 将来这些旗舍书 来我们也募集一些 外面的善心人士兼的贵用 和公所自己 本身有兼三千块 代表会支持 所以说近年立法的这些旗舍书 大家来多少帮助他们 来度过这个过年这个时间 今天跟广州和广州 来关心这些滴收入户 因为我们代表会说 代表会非常关心 我们终于这些滴收的这些旗舍书 利用这个农立过年前 特别跟县舍书 来跟卫园 扎一些卫园亲 要送给他们一些北米 来跟他们关心 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 张凯婷采访报道